各位東心 各位學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你們是勇敢的台灣人 你們知道嗎 很多人齁 聽到這個論述說 喔 很好 但是他叫來 他心裡有一個小警長在控制 說來不知道的那個 中國國民黨的廖廟那一步 那個調查局 還是均勤勤特的那些單位來找麻煩嗎 你們今天來到這裡 已經聽了兩天的這個 聯合論述啦 那麼應該有家庭我們自己的信心 要來為我們台灣來打招 讓大家來打招好不好 OK 今天我要來講這個論述的觀禮 因為農業其實是對我們台灣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台灣是一個海島 旁邊有一個大老毛的國家 所以如果這個老毛的國家 如果蓋背面跟我們紅色 我們要自己生產由自己自主 OK 這是目錄 我大家要講這個 OK 我修生來講這個水 因為 如果沒有水 就沒有濃郁了 我們人 會三大生存的要素 陽光 空氣 水 一樣呢 這 我們所有作文 沒有陽光它也沒有光合作用 沒有水也不會大 空氣 空氣如果有燃灰 對這個 肥膏類的這個水垢 的結構率 會 查清楚 但是 我還是要加一個 土地 如果沒有土地 要怎麼生產東西 人要怎麼站在上面 那麼 這個 我們水 用在農場用最多的就是 水中 那麼其他的水垢類的就 點得比較少了 所以 我們台灣人的主要的牛室 也是米室 但是因為現在少年輩 都 比較西洋化 都吃麵食類的 比較多 但是 我們這個基本的 我們還是要照顧 那麼 土地 我們要 做水土保持 那以前我們爸爸 那一代人 如果看到雜草 好像看到原生人 因為 因為 我們現場有 幾位是原住民 我想我用北京話來談 好 那麼 雜草在早期 沒有那個 除草劑的時候 農民很辛苦 都要用 鋤頭去除它 那個效率很差 那後來 化學農藥發明以後 有除草劑出現以後 那個雜草一噴 就 連根都爛掉 那麼其實 大自然它會設計這些雜草 有很好的那個 撲背的作用 就是 它是地背植物 那個大雨來的時候 它不會直接撞擊到 表土 就不會沖刷 不會隨著雨水流失 因為 表土是 好幾十萬年 才累積下來的那個 好的狼土 我們不要 隨意讓 沒有做好水土保值 讓它 隨意流 那個大雨的流水流失 像這個草壁這個都很好 那你注意看這個 中央山脈 這是 我在屏東 八八風災以後 這個山上有一條一條白色的那個 那個都是崩塌地 好 就是八八風災 現在 它在三天 裡面 把我們台灣的雨量 三天雨量 那個 一下子都下 下下來 我們台灣 年平均 降雨量是 2150mm 可是那三天 高頻地區 下了大概 2200mm 所以就造成 這個崩塌地 因為 那個泥土的含水量太高 太重 那一些 以前 很多樹 大樹都 被連根挖起 日本時代他們 在砍滑樹木大樹的時候 它砍滑以後 它會在旁邊 種小樹苗 但是那個 樹枝在大概 一米都高的時候 那邊砍掉 但是那個根系都還在 這個還會繼續長新的 第二代木 甚至第二代木 長得夠粗以後 砍掉 長第三代 三代木 那 流氧中華民國政府來以後 他們勾結三老鼠 它砍樹是連根挖起來 那個 大樹的樹頭 跟 它放過來可以 切平以後 裝飾成一些 那些 所謂高檔的桌面 那個 可以賣很高的價錢 可是 那些根系是要 我們山區的 水土保持用的 結果因為這些很多樹都 被砍光了 那個 樹根沒有辦法 繼續保護這個泥土 所以它就 有很多的崩塌地 這好幾百條 好 好你看 這是山上的 有一個崩塌地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大樹的樹根 可以 大概有12米 深的那個深度 砸在 泥土裡面 很穩固的砸 砸住 那沒有被 這個樹根保護的 那個就崩塌掉了 好 所以你這棵樹 你如果把它上面砍掉 然後 把這一部分的根也 挖起來的時候 這些根爛掉以後 下一次的大 大雨來的時候 有可能這個地方就崩塌掉了 好 那我們 來看以色列的水資源管理 以色列是一個很奇特的國家 它有很多 值得我們 做借鏡 它一樣 它的周邊阿拉伯國家 都是它的敵國 那 以色列本身人口不多 我印象它只有七百多萬人 那他們 因為人口少 又要對付周邊國家的那個 阿拉伯敵隊國家 所以他們 全民皆兵 男女都要去當兵 那麼 它又是一個沙漠的國家 它只有一個加利利府 提供他們 百分之六十五的那個供水 那其他的百分之三十五的缺 缺口要從哪裡來 結果他們就發明 世界最先進的海水氮化激素 所以 現在很多 海水氮化激素 都是以色列他們提供 那海水氮化也只能 提供百分之二十五的供水率 那其他的 他們就利用 廢水回收的技術 把它回收 重新進化以後 提供工業用 或者是農業用的用水 那麼以色列 他們在農業上 你看他們是利用滴灌系統 這個水 用電腦控制 沙漠種這個植物 它就是一天要喝多少水 它就滴多少給它 它這個根部附近是濕的 旁邊就是乾的 所以旁邊乾的地方草也長不起來 所以也就沒有 除草或者噴除草劑的這個問題 好 那等一下這個 這些滴灌的系統 我也可以 等一下會有介紹 這個也是 滴灌系統 它 這 可以設定 你要多少距離一個滴灌 等一下你們可以摸看看 這有陰陰的地方 就是 它要出水的地方 它裡面有專利的迷宮 就是 如果水中有雜質 它會被那些迷宮卡住 但是水還是會通過 那個都有專利的 還有以色列這個國家 他們如果碰到 比較沒有雨水 他們一年才降200mm 只有我們台灣的十分之一 但是我們台灣被聯合國列為 全世界第18個缺水的國家 那我們的降雨率是 全世界平均的三倍 可是我們還是被列為 第18名缺水的國家 那是因為我們 那個 東西像的這個淨流 速度很快 因為從 雨從山上下下來 然後 到那個海 速度很快 我們沒有來得及把它攔截 讓它慢慢滲透 而且因為現在 很多 地表都是 被水泥化了 或者是柏油化 所以 它沒有辦法滲漏 而且很多那個 原來的滴挖的那個 沼澤地區 都被建商 開發當那個 建築用地去 所以 很多水來不及 慢慢滲透到 成地下水的時候 就已經流到大海去了 所以我們台灣 就要建很多水庫 可是 台灣這個 中華民國流行政務 他沒有想要跟流台灣 他只叫我們台灣人 繼續拼經濟 所以我們 全世界很多國家 先進國家 不要做的這個石化工業 高耗能 高耗水 高耗電的 像 那個石化工業 它要用到很多的水 很多石化的污染 會留在我們台灣 像澳洲 它有很多 那個 塑膠工程用的這些 材料 或者是 零件 它有很多專利 但是它自己不生產 它就授錢給 中華民國 來生產 然後 產品它再買回去 因為我們只 賺了一些加工的費用 但是 台灣 留了很多 污染物在台灣 包括 水污染 包括那個空氣污染 所以為什麼 台灣人 好像那個六清工業區 旁邊 這雲林的人 他們 鯉癌症 是全台灣 第一名 那以色列他們水 如果 碰到 比較緊張的時候 他們連洗車都不行 洗車的 你如果 用水去洗車 會被鄰居舉報 他們會開發單 因為水是 等於是他們的命脈 那我們來談 農產品這個糧食 跟國家安全 以前我們常讀到歷史 都常聽到 中國的歷史 說農民抗暴 把那個 那個 黃氏 把他推翻掉 那大部分 都是因為 糧荒 饑荒 那些 饑民就會變盜匪 那些盜匪 集結起來 反政府 反正活不下去的 就跟這個 政府拼命 如果成功就成王 如果敗的話 就變成扣 那台灣 自己目前 糧食自給率 大概只有 35% 是我們 本地生產 其他的 68% 都是從外國進口 像那個 大豆 玉米 麵食 麵粉 這類 那麼這 很危險 蔣介石 剛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還很有那個 戰備除糧的概念 現在已經很少人在講 戰備除糧對不對 那 我們 32%的自給率 萬一 中國 如果 有一個野心 要併吞台灣 他 都先不要用武器打 他只發佈說 封鎖台灣 周邊的海域 那個布雷 那很多外國的商船 他就不敢運輸物資到台灣來 那我們台灣人很可能幾個月以後 開始缺糧 內部很可能就會為了搶糧食 內部就鬥爭就打起來 等我們自己互相殘殺差不多的時候 他再進來 那台灣就很危險 所以 我現在看到 現在年輕人都 吃洋化的東西 吃麥當勞 吃麵食類 我還蠻擔心的 而且 現在很多 農民 因為 外國進口的那個 農作產品 很便宜 像 中國大陸 從越南轉口進來的茶葉 或者一些 中藥 這些農產品 打擊了我們本地的這個 農漁業產品 結果就造成我們台灣很多人就廢耕 他把這個土地 租給 那個科技公司 去 做太陽能發電 然後賣回給台電 然後以前本來種稻子的 變養魚池 其實早期 我小時候的時候 很少人說靠養 人工養殖來 為生 因為我們 鄉下的 小河 小溪小河流 隨便抓都有魚 那時候沒有聽說有人會餓死的 除非你真的懶得 連到河裡面去抓魚都不想去 那就可能會餓死 我小時候就是如果想 吃魚 想要加一個菜 自己就 那個那個 以前木 那個竹子做的那個 本機 到河裡撈一撈就有了 那現在農民種東西 種什麼就虧什麼 所以只好租給人家去養 養魚吃 那像這個如果 我們被封鎖以後 這個可以拆下來吃嗎 這個太陽能板又不能吃 好 那很多地方 連租給人家也沒有人要租 因為 知道種 做農 大部分都是虧本嘛 所以就 任期荒廢 然後 雜草 那個 藤蔓植物一堆 這樣這個 如果這個木本植物 你再給它放個三年五年 就變很大顆的巨木 如果到處都長很多 大型的巨木 等你哪一天想到說 我要重新來耕種的時候 你光要把這些大樹砍掉 你就頭大了 可能要請那個 怪手挖掘機來挖才弄 有辦法把那個根挖起來 那個很奇怪 山上在砍樹 挖樹 然後平地的好的農地在造林 這個很諷刺 我們 目前的這個 流氧政府不知道是在 要滅龍還是怎麼回事 把我們弄到以後沒翻車就要投靠中共 像這種 扭曲 我們這個 台灣農地的使用 這個我們要 以後要把它導正過來 好 那我們來看農業 現在的農業 用冠型農法 如果沒有用農藥 控制病蟲害 很可能你的收成 比例會非常低 甚至有時候是全軍覆沒 那 台灣人平均每一個人 一年使用大概 九公斤的農藥 是世界排名數一數二 大概只有輸中國 那你注意看 在種水稻的時期 大部分就是天氣比較溫暖 比較熱的時候 那我們這三個你看 噴農藥都沒有弄防衛設施 這真的是像無敵鐵軍鋼 不怕死 那不怕死的 它噴農藥自己吸了多少 那麼你吸進去以後 累積在身上 總有一天會發病 所以為什麼我們 台灣的醫院越蓋越大 可是 經常是 經常是找 那個沒有床位 就是因為 我們環境的荷爾蒙太多了 這些農藥的 到處飄散 包括我們 農產品殘留的農藥 我們吃進去 累積在我們身體 這都造成我們 很多腫瘤 癌症 病變這些問題 這個問題 ok 好 這是橘子 海蕾亞 應該海蕾亞 這個 放三天就壞掉 這有什麼意涵 就表示 這個是比較正常 我們正常的橘子 很容易壞 你如果沒有趕快吃 但是 這一個 這個我 放了30天 都不會壞 這種橘子就不要吃 剛剛那個放三天壞了 那個要趁新鮮 買來就趕快把它吃掉 這個放了30天不會壞 那裡面 就是有用的化學農藥 好 那我們現在 都市跟農村 那個守得差距很大 所以 很多鄉下的 青年子弟 沒有辦法在鄉下 活下去 他只好到都市去求生 去謀子 這個是 這個是在鄉下 拍的 別墅 沒錯 可是這些都是都市人來 蓋的 台灣 農民活不下去 只好把農地賣給 都市的有錢人 讓他們蓋別墅 不要看說 這農村 我現在 很多別墅 都是都市人 來住的 那 鄉下 本身就比較一些簡陋的房子 那我就 不用拍了 大家 有到鄉下自己去看 那這些差距 要怎麼彌補下來 那個過來呢 也就是我們民政府以後 我們要 推廣 那個農村的農業是用有機農業 那時候我們跟日本 成為邦聯 或者是聯邦的時候 我們光 把台灣精製的農產品 熱帶的水果 來賣給日本 我們母國 那個價格才會高 因為 南北因為氣候的關係 我們熱帶地方可以生產的 我們日本母國寒帶的地方 他沒有辦法生產 所以他 一定會跟我們買 那你如果 東西像 我們如果要賣給中國 那個落後的國家 生活水平那麼低 他怎麼買得起我們的農產品 所以 前一兩年 中國的官員來到台灣 臭皮 說要買多 我們多少的水果啦 那個鳳梨啊 或者是香蕉 結果 多處謊話 這個 那我們來檢討說 中華民國流行軍政府 他們 來台灣以後 他只用了六招 就把我們台灣人 壓得服服貼貼 再有沒有反抗的能力 這個我們自己要檢討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他就是有計畫的利用 惡霸事件 把我們台灣的精英 這個是我們日本政府 那時候 花了五十年培養的台灣精英 大概有三萬名 屠殺掉 這非常可惜 這是人類的禍害 這些人如果 還活下來 繼續 繁衍 那他 對整個世界的貢獻 已經非常大 你看我們現在 台灣人 因為台灣是在世界的 貿易十字路口 以前我們 有很多外族進來 那 台灣的基因已經被 改良過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世界各項 那個什麼 發明展 我們 都是 以人口比例來講 我們絕對 都是第一名 包括我們現在 在美國獲得專利權 我們大概排第四名 我們人口那麼少 那專利可以拿那麼多 就表示我們台灣 的那個DNA是很好的 那這些精英被屠殺 那為什麼要屠殺這些精英 因為蔣介石他知道 他 國共內戰 可能會輸 所以他預留 要退到台灣來 那台灣都是高 知識分 高級知識分子 這些人都可以 在各地方領導抗暴的人 各地方的頭人 四身 不把這些人 殺害掉 他要來 從 山流低水平的文化國家 要來管 一流的國家的人民 他是管不來的 第二個 那搞不好我們台灣當初的 金融跟經濟民生會 他把我們台灣一年可以收三季 我大概兩季是 主要是稻米 那一季是雜 雜糧就是大豆或者是玉米這一類的 那麼 那麼我們日本的那個在台灣的這些駐軍一撤走 中國這個流氓軍政府來以後 他就把各地的港口的糧倉的糧食 或者各農會的糧倉 通通把裡面的糧食運到上海去盜賣 也去支援他們所謂的國公內戰 結果台灣的米價一日數倍 甚至到700倍的那個價格 所以那時候民不聊生才會引起那個動亂 然後他又在1949年 他用一塊新台幣換我們舊台幣 4萬塊的舊台幣才可以換一塊新台幣 你看 你再怎麼有錢的人都會變窮人 那台灣的有錢人也是地方的士生 有錢才可以號召百姓說我們來反抗這個政府 但是你至少要給他飯吃啊 要提供工具啊交通工具 這些都要花錢 第一個他也把你的 那個各地方的有錢人也搞垮了 那大地主也是地方的士生或者地方的頭人 也是有領導地方的能力的 這些人 國民黨政府他就用什麼 跟著有旗田啊 375鹼豬啊 就把你這個大地主變成小地主 你也變成沒有經濟能力 而且那些被釋放出去的土地給電龍 那些電龍就變成支持國民黨的支柱 那些電龍就變成支持國民黨的支柱 那是地主比較多呢 還是電龍比較多 當然是電龍比較多 所以現在農村地區還有很多地區 民進黨在怎麼選 那個得票率都輸國民黨也是 這也是原因之一 還有他用白色恐怖 他你只要 然後 對這個政府的施政措施有意見 你就是反抗分子 就是 要抓起來 我記得我 初中 我們的歷史老師 在上課的時候 他講了一些真話 沒多久我們那個老師就不見了 那所以 他用白色恐怖來 控制我們的思想 然後 然後 就是用警備總部隨時 你如果不聽話 就隨時把你抓 抓去關 用這種方式 讓台灣人 大部分的人都進入寒慘 也不敢講真話 還有敵性反轉 身份錯亂的移民教育 他教我們說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有沒有 照講我們是日本人 日本台灣人 結果他們這六十幾年來 一直講 我們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 很多台灣人 也誤認為 是漢人的那個 子孫 OK 那 本來我們是戰敗國 日本台灣的戰敗國 結果他們來了說 光復了 而且說我們抗戰勝利 通通說我們 我們是中國人 那我們就自以為 我們也是戰勝國 我們是打敗日本的 本來我們 台灣人跟中國人是敵對的 現在台灣人竟然去支持 國民黨 你看 2008年 馬英九跟謝湯林在選舉 台灣人佔85%的人口 竟然選出那15%的人 我們還輸了200多萬票 那這些票也是都是台灣人自己投的啊 這就是敵性反轉 忘了自己的身份 被他 用愚民教育 把你的敵我意識弄亂了 好那假的民主選舉 因為 中華民國流氧政府 他是 被 美國委託 在台灣的 台灣治理當局 那 美國要求 要讓台灣 有 民主的選舉 所以要開放黨禁 開放暴禁 開放暴禁 當時的蔣經國 為了敷衍 美國的壓力 就開放可以阻黨 可是阻的民進黨 是在蔣經國 精心策劃之下 在圓山飯店成立 在圓山飯店成立 原來民進黨的那些創黨黨員 他們要開會 要成立大會的時候 到處找飯店 要辦這個活動 沒有一家飯店敢租給他 因為他怕被國民黨 求貨算賬 結果還是蔣經國派人 派一個 那個國民大大會 那個副議長 去跟民進黨接洽 我如果沒有記錯 這個人叫陳經郎 他去 跟民進黨說 來我幫你 借場地 結果他借的場地 竟然是圓山飯店 那圓山飯店是 蔣宋美寧他蓋的 圓山飯店也等於是說 蔣家 蔣政權 的巢穴 他怎麼可能會租借給你呢 這如果沒有蔣經國的受益 這絕對是不可能 而且蔣經國他 弄了很多細胞 間諜 在民進黨裡面 這些人 到現在我們都已經看清楚了 就是後來的這些 新潮流系的人 他們已經 大概在 十年前就已經滲透到 民進黨的黨中央 而且現在已經掌控 這個民進黨的 中職會 還有中平會 只要是他們的人馬 才可以 排在不溫區的選舉的安全名單裡面 那 小英也是 新潮流 那個主導培育出來的 那個黨主席 後來又做 總統的獲選 這都是在 那個 新潮流系的 就等於說蔣經國培養的派系 掌控了民進黨 那 我們台灣人 大部分呢還是被蒙在苦裡面 所以 因為蔣經國他是 流日的 他也有跟 共產黨鬥爭的觀念 所以他用 跟共產黨 鬥爭的經驗來鬥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以前都在 日本五十年的教育之下 都很守法 就 就是說我們說話算術 不會額詐 但是 中國他們這個五千年的歷史 他們為了求生存 就是 用詐數 想辦法把你的口袋的錢 騙到我手裡 所以他們到台灣 就是 利用各種 偷拐騙 像這個 目前這個 中華民國流行總統 你看他是用怎麼包裝 怎麼欺騙台灣的 女孩子 2008年我相信 大部分的女孩子 都投給馬英雄 我希望這些女孩子 要早一點覺醒 這是一個假的民主選舉 包括他用龐大的黨產 來索買各地方派系的樁腳 像這種情形 等於說 一手拿 蘿蔔 一手拿棍子 威脅利誘 逼迫 都來了 所以你要怎麼選 即使你選上來 還是 只是選到 中華民國流行的總統 不是台灣總統 OK 這就是四萬塊換一塊 奉令 以四萬元比一元 折承新台幣 看你多好一點 現在一個就沒了 有一個故事說 一個人他 銀行錢領出來 隔天準備要去買建材 建材要蓋新房子 結果隔天 四萬換一塊 他大概只能蓋一根柱子而已 所以他 沒有辦法跟七小交代 只好自殺 好 那我們來看這些外來的物種 這是對我們農業 很有幫助的 很多是救了我們台灣人 這個是番石柳 這個是番茄 這是番茄 這是番茄 番茄 番茄 叫很多人 因為 地瓜有個好處 他就很耐旱 很容易生長 他在長在地下 的地下境 即使 即使有蝗蟲垢 上面的葉子被吃光了 被蟲吃光了 他的地下境還在 那很多 那個龍舟 狗隻長在上面的 蟲蟲 蟲蟲一過近 都吃光光了 你就沒 我們就沒得吃了 所以這個 地瓜 在全世界救了很多人 那這個 番茄 番茄 那個 這個就是 番茄 這些外來種 這個都很好 都對台灣 農業啦 或者是生活上 都有很大的幫助 包括我們的經濟民生 但是 外來的東西 就只有一個不好的 就是 中華民國流行 外來政權 那些人 一來我們台灣人 就遭殃 把我們台灣 精英三萬人都 就炸光了 好 那 進入第二個主題 我來講 我們 綠美化植物 還有果樹的介紹 家寶果 一般人就聽不懂 你如果跟他說樹不好 大概就 比較多人會知道 好 這個 家寶果有一個好處 他就是 你種一整排 不用什麼修剪 他就 會長得 蠻整齊的 這個樹形 漂亮 然後又好照顧 我種了 大概今年要算 第30年 這30年我沒有噴過農藥 他開的花也會香 你看這個是 大概三月份 換新葉的時候很翠綠 這個是 從地上挖起來 準備上市 販賣 那這有兩個品系 一個是 小的家寶果 就是這個 大概這麼大 大概5塊錢 要4塊錢 那這個大的 你看他的種子 就大概他的三四倍 他的果實大概有 50塊 銅板 還要更大這樣 這是他開花的狀況 這個花非常香 那花香 介於桂花跟 玉蘭花的混合體 很香 那 我那時候種了 30年前剛開始種 種了大概300多棵 那300多棵 一起開花的時候 哇那個 濃度太濃了 香的會變成臭的 濃度太高就變成臭的 好 大概很少人有這種經驗 一般都是 只種一兩棵 開起來很香 可是300棵 一起開的時候 你會受不了 好 他本身是桃金兩棵 你看他的花 跟 蓮布 是同棵的 跟芭樂也是同棵 好 你注意看他的樹幹 他跟芭樂一樣 他也會脫皮 這個會脫皮 跟芭樂一樣 所以 而且你把那個 樹葡萄的葉子 拔下來 揉一揉你給他聞 是芭樂的味道 所以那時候 電視台來採訪 我說別人在 種芭樂 先菜櫃 我種芭樂先葡萄 這個 這個是 含苞的花 這是剛好盛開 這個果實 他是從綠色開始變黑 像這樣 你看他這個 那個樹皮會 翻起來 脫皮的意思就是 他繼續在長大 就像蛇在脫皮一樣 他這個 他是從 差不多頭部 好像是根部這邊 開始就一直長 長到樹 末端 可以長到很 像這棵樹大概 七八公尺高 但他整個樹幹的那個果實 一直連上去 這個 不可以說看到黑就 就摘喔 剛黑的時候還不好吃 那個果酸都還沒有 轉換成果糖 你要黑的開始 算 八天到九天 是最好吃的 那 如果你都沒有去摘 那冬天的時候 你都沒去摘他 他會在樹上 打薄 會 有點 乾扁掉 但是那個果汁 有那個葡萄酒的酒味很好 很好吃 又香又甜又有那個 葡萄酒的味道 我很喜歡吃那個味道 那有一次 我在睡午覺 這個不只是我們人喜歡吃啊 連老鼠跟小鳥都愛吃 那 我潮州那邊有很多那個白頭翁 在這個都市也很多嘛 他的叫都叫 巧克力巧克力 巧克力巧克力 這樣 那有一天我在睡午覺 欸 我聽到那隻 他怎麼說呢 他說他吃的齁 吃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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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整天啊 吃苦力 醉苦力 吃苦力 醉苦力 他說他醉了一整天 吃苦力 醉苦力 而且很大聲喔 喔 我就聽很生氣 哼 我就 去買那個網子 把我們的樹 蓋起來嘛 不讓他進去吃 我去買那個魚網那個 我們東港 東港那邊有那個 專門做那個魚網的工廠 我去買 我想說 大概買這麼大格的齁 小鳥他翅膀那麼大 就飛不進去了嘛 結果 花了一萬多塊 請功能弄好以後 哇 怎麼還看他在裡面吃 那我想說 喔好 那你被我網在裡面了 然後我就準備要去抓他 結果我一靠近他齁 他也不慌不忙 他翅膀這樣子 啪一下 好像立正這樣 就像充電包 就衝出去了 因為他那個洞 剛好跟他的身體差不多 那一出就出去了 哇喔 傻眼了 沒拆工 浪費錢 所以 我第二次又去買那個 比較小的小網 才又把他鋪起來 這樣他就進不去了 可是我先研究他 到底怎麼進去的 結果他很聰明 他是先停在網子上 然後像 那個釣當槓這樣 這樣甩 把自己甩進去 喔 這個小鳥子很聰明 打不贏 搞不贏他 這一顆大概一年 六七十公斤應該有 他一年 越老的樹越會長果子 他會 像春天出來這一次 還可以 四次的花 有四次的果實 然後中秋節過後 在我屏東那邊 你要控制他水分 他大概會再開三次花 一年有七次 那 年輕的果樹 他這有一個缺點 你從種子播種到 開花結果 至少要七年到八年 這是你有專業的 調配的時候 那一般的老百姓買回去 可能都要十年才會結果 所以很多農民 沒有辦法等待這一段 沒有收成的日子 那我是 無心 插柳柳承蔭 我原來是 在做園藝景觀工程 造景 那有一次是去高雄市的那個 大統百貨公司 對面有一個中央公園 他是 每 每年的十月份 都 農委會他們都會辦一個 光輝十月農特產品特賣會 那就有嘉義農事所的人 就拿那個樹葡萄的苗 大概 從盆著麵上來 大概只有十公分 大概只有六片到八片的葉子 一顆賣一百五十塊 大概三十年前 那時候錢蠻大的 三十塊 一百五十塊 那我就跟他買了十幾顆 有交換名片 結果 到第十天他打電話給我 潘先生 我 三百五十顆 大概 只賣掉五十顆 剩下三百顆 半價賣給你 那如果要回家 以後 不帶回去了 口袋摸摸 欸有 好 就跟他買下來 就這樣傻乎乎種 沒想到 種到 我只交代我父親說 你只要把它種 不要讓雜草 或者藤蔓把它蓋死 或者沒有給它澆水 讓它乾死掉 結果大概 第九年第十年 我回去老家巡視 奇怪勒 我家又沒有養羊啊 附近也沒有聽說 有些養羊 怎麼地上有很多那個羊大便 結果再走靠近一點 欸 人家樹上結了很多果子 掉在地上 我一栽來吃 哇 從來沒有過這種好的味道 所以我趕快請人家 來把那個圍梨圍起來 那才轉行 專門攻這個 結果 現在外面很多 他的子子孫孫一直出去了 因為 蛤 現在網路上一百五到兩百五 一般的市場你買不到 因為他 也有一個缺點啊 他的後熟的速度太快 再下來 你如果兩天不吃 開始有酒味 後熟的速度太快 還有 台灣人的也很奇怪 像這種稀有的果樹 剛開始 我開始賣 有果樹我在開 他問一顆多少 我說開兩萬塊 欸他買去了 下次再來我開三萬塊 欸他也買去了 最後是賣到十五萬 一顆十五萬 那有一個人他開 賓制交車來 還是人家介紹過來 他一來就說 潘先生 你最大的那個速度他是 哪一顆 他都要買台灣最大的第一名的 台灣人很喜歡第一名 我就說 大概是這三顆 你自己挑看 你喜歡哪一個樹型 他說 這顆多少錢 我說十五萬 哪有那麼貴的 我買樹沒有買那麼貴 他沒有買過這種樹 他不知道行情 那我就跟他說 你開賓制交車 你開賓制交車 現在外面開賓制交車很多 沒什麼稀奇 OK 好啊你住別墅 現在外面別墅很多啊 也沒什麼稀奇 我說你如果 又買這顆樹回去 種在你的庭院 親戚朋友來 你就可以臭壁 你們家有這個嗎 有沒有 那種要把他生的破壁 有沒有 你就把他們比下去了嘛 那就結束了 那聽說 欸有理喔 然後就買兩顆回去喔 欸 過半年 他又來 就是 臭壁到 很高興 又來給我買四顆 很好喔 我種很多樹種過了 因為田園造景種了 這種樹 他的根很細 很多 所以你把他斷根以後 他的成功率還是很高 整排的 黑 又黑又亮 好 啊這個小小顆的而已喔 可是也是 長得滿滿的 你看從地 根部這邊 一直長一直長上去 像這一顆大概只有 這一顆大概只有這麼高 那剛剛那個大顆的那個 30年了 我那個可能已經9米了 欸基本上 你如果吃不完 就可以摘下來 再醃製成葡萄酒 欸我媽媽做過一次 很好喝 加那個蘋果汁的 哇 叫加寶樹 他的拉丁學名是 加寶提卡巴 啊你如果不好 巴西 在 里約熱內爐跟聖保羅之間的那個 他的高原大概 八九百公尺的高原上 那個 拉丁學名的不好記齁 用台語記 加寶提卡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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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那個加寶果 樹葡萄 那那個網路上就有了 樹葡萄也可以 好 那這隻狗跟樹葡萄有關係 啊 一點一點啊 因為樹葡萄 哈哈 那他 我平常是給他綁住啦 因為他很兇 那 有一次 我就奇怪 我的樹葡萄怎麼 這個高度怎麼都不見了 後來我注意結果 都是他吃掉的 大概這個高度 他的脖子 吃得到的地方 通通被他吃掉了 結果啊 發生什麼結果 懷孕以後 喔 肚子越來越大 要生幾隻冷 不知道 猜猜看 15隻差不多 16隻啊 這16隻啊 喔 喔 煩熱喔 我要接壁去幫他吃 就我要跟他算 大概有生幾隻齁 我就拿一個盆子 我這邊抓1 2 3 他從這邊給我咬回去 算半天算不來 所以這個營養 他這個Vitamin很多 很豐富 可以起到那個 加成的效果 另外一個故事是 台中 有一個也是同行的 他給我買兩顆很大顆的 蘇芙桃回去 結果大概半年後 又開始結果 然後他朋友來 拜訪他的時候 他就 大概 摘一斤給他吃 喔 回去那天晚上他表現很好 他太太說 欸你今天吃了什麼 怎麼表現這麼好 喔 他說沒有啊 就去陳先生他弄那個舒服刀給我吃 哇 好 那明天我們再去摘 兩個夫妻隔天去又要摘啊 結果那個陳先生 不行啦 我還有很多朋友要來喔 這個要留給他 你如果 要齁 我帶你去屏東潮州那個潘先生在那邊 他還有100多顆 哇真的就帶來了欸 欸大概是這個四月份這個時候 正好東港也要那個 鮪魚祭 那順那個時候來 結果我朋友他是開那個休旅車比較高 另外他的朋友是開Blobo 比較低 那我 他之前有跟我說他來 我一看他 進我的大門 那我就 一朵準備 泡茶 招待客人 那他車子就直接開到我的這個 我的前面 停車的地方 那我那隻狗剛好綁在旁邊 他很兇很奇怪 一般大麥丁都很溫訊 獵犬 結果他一開車門 講一句話以後說 不好意思 我從加拿大帶回這個煙燻鮭魚 很大一隻喔 回來給你送給你 講完那個狗狗 大概差一空尺就被他咬到 我說 啊狗狗那個喔 有送禮物來的那個不要廢他 不要咬他 如果沒有送了才咬 那朋友 看我在開玩笑笑飯了 然後我 又頭一台都看 欸 怎麼有一對夫在偷摘我的樹葡桃 我說 陳先生那是你的朋友嗎 他說啊對對對 哎呀 怎麼還沒有介紹 他就兩個就在那邊開始摘起來了 那一棵樹 我種在門口兩個樹那個是看棒嘛 很大顆是要給人家看 而且 他才剛第一天 轉黑 還不好吃嘛 所以我就去跟他講說 啊這個 這一棵還不好吃不要摘啊 我那個太太 我看他已經摘了四五斤了耶 那時候還涼涼的齁 穿夾克 我第一次看 那人家在我面前睜眼說一下話就這樣 沒有啦我沒有摘 我帶你去摘那個比較成熟的齁 我就帶他們去摘那個比較成熟的 然後就跟我朋友泡茶 以後他們說要去吃那個鮪魚 大餐齁 就走了 一開出去大概沒有三分鐘他打電話進來跟我說 啊潘先生對不起啊 剛剛我那個朋友就是因為這樣怎樣怎樣 那麼急躁 都還沒有跟你介紹認識就摘你的果汁 沒有經過你同意 不好意思齁 就這樣子 跟我道歉 沒關係齁 那個 年輕人如果要準備生孩子不要吃太多 樹葡萄齁 如果三胞胎齁你會很累啊 只有兩隻手 第三個不要怎麼抱啊 OK 你看 那這個地方本來都要有果樹都不見了 就是 就是被那個大麥丁吃掉了 好 來介紹 三月櫻 又叫平地櫻花 這個花 每一朵都像蘭花 朵朵式蘭花 這種在我們屏東 其實我以前我也很喜歡 那個 台灣的什麼山櫻花 日本櫻花 可是每次買來到屏東去種 櫻花都怕熱 很難月下 小苗 小苗 很快有時候就一下天一到它就死掉了 那你買大樹回來開花 今年開一些 明年剩下開一半 後年可能就熱死掉了 所以我 屏東沒看過說超過十公分 或者是三米高的 三四米高的那個櫻花開得漂亮 沒有 你看我這個在屏東草都開這麼茂盛 但是這跟品種有關係 你如果買錯品種 它花只開大概十分之一 十分之九是葉子 那我這個品種正確的 它就是葉子很少 這個葉子會出來是因為 它準備卸了 葉子 新葉子才會出來 你注意看這個梅朵有點像蘭花 這個自由時報跟民眾日報也有來報導 在平地可以種出這個 長得這麼漂亮的花 而且又有淡淡的香味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冬天落葉 然後春天又開花 然後花洩以後 那花期還蠻長的 大概有五十天 那很快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整個又 不滿綠葉 可以蘇下可以長涼 春天花芽 對 春天花芽 對 我現在正好盛開 開始在 那個 凋謝了 那個花開始在凋謝 葉子就開始出來了 而且它 它那個花是 往兩邊開 越開越大團 一整團 你注意看 它是往兩邊往外開 這個 含苞的 一直會一直往外一直開出去 一直開出去 很難 就是像剛剛那個照片 大概開 一兩萬朵的 只結一條果 所以 要繁殖還蠻難的 對 它 含苞的時候 比較紅 像這個比較白 就準備要凋謝 所以它有顏色的變化 像這個 因為我那些樹大概只種八年 今年是第九年 那這個國外的 它這個 不知道已經種 二十幾年應該有 才可以長這麼高 現在九點 那我們休息十分鐘 等一下我再繼續介紹 OK 好 謝謝